嗨大家好我是小雪 那今天呢存到了6000鑽 要來抽一下這個 高尼茨 這個應該念茨啦 的這個戰鬥卡齁 那我昨天呢剛好有抽到這個 高尼茨齁 我以前都習慣念他 叫他捷尼茨齁 然後他這個戰鬥卡 這個格鬥卡的部分呢 我是抽到這邊 就是慢慢存啦 然後抽到這邊 大概快接近保底的時候才 抽到 抽10連抽抽到這樣子齁 那接下來呢就是 插他的這個 戰鬥卡了嘛 那我就是把這個 EX的部分齁 故事模式這個EX的部分 打到 其實已經打得很緊繃了齁 前面有些 成就都解不了齁 因為有些真的是比較難 然後還有吃死過 那為了拿石頭就是 把他打到最後面這邊齁 然後終於存到6000 可以來一個10連抽給大家看齁 希望抽這個 格鬥卡抽運氣不好 希望戰鬥卡可以 這個運氣好一點 那戰鬥卡其實我也有抽過幾次了啦 那這邊的話來一次 10連抽吧 好 第一張是這個 欸 兩張紅的 兩張紅的 戰鬥卡應該會好抽一點啦 然後這張是 喔 這張是那個老頭的 老頭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是紅碗的 喔 紅碗的套裝跟老頭的 必殺機 這個我好像有了齁 再一次 點開 哇 一張紅的都沒有 直接開 喔 果然都是拉機 好了 再抽一次 再一次 希望可以6000鑽搞定啦 還全部都黃的 直接開 果然都是拉機 喔 再一次 時間抽 欸 還是沒有紅的 哇 直接開 喔 喔 好 都是拉機 看一下他剛剛獎勵送我那張是什麼東西啊 五星戰鬥卡必中券 我看一下 喔 這個是 一定可以獲得五星以上戰鬥卡 好 我們直接開吧 喔 直接點開一定 一定是紅色的齁 欸 沒有 黃的 喔 喔 它這個 這張我有了 那像這個 特殊卡選擇券是我之前抽那個瘋狂八神 抽到保底 喔 但是選擇券還沒用齁 保底最後一抽中瘋八的技能 那這個 選擇券裡面沒有那個 捷尼斯的齁 所以我們還是要抽他的那個 卡夾 好吧 當然只能繼續抽了 來 十連抽 我們還有六次十連抽的機會齁 六十抽的機會 快點出來吧 全部都是垃圾 欸 UR的 好 等一下我先確確一下這個機率齁 是有這麼難抽是不是 好機率的部分 0.9% 嗯 照理來說我們有 我們總共抽了多少 欸總共是100抽嘛對不對 十連抽十次的話是100抽 100抽的話 正常來說應該會出來啊 運氣不要太差的話 運氣不要太差的話 0.9% 開 欸紅的紅的 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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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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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都是垃圾 好準備囉 欸這個是套裝吧 欸這個是套裝吧 啊兩張都不是 都不是必殺技 都是那個套裝卡 再一次 剩四十抽的機會 快點出來快點出來吧 呃 紅的紅 唉 可是它有時候好像出現黃的 還是有可能會變紅的 所以這其實很難講 哇 哇 剩一千八百顆石頭 存超級久的 開 黃色 哇 都 共菇 我看網路上人家說 戰鬥卡比較好抽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啊 最後兩次 開 紅的 紅的 只有一張 只有一張 好緊張 到底是不是 靠 又是套裝卡 啊 啊 剩下最後一次的機會了 哇 一百抽都沒有 開 看來 應該還是保底命了 好 我們這邊六千鑽抽完 都已經抽到快保底了 還沒出現 它還說什麼特殊卡出現機率UP 你做騙人了吧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拜拜 拜拜